这个氦气泄漏不就是之前 那个美国两个太空人 他们所遇到的状况吗 难不成现在连SpaceX都有问题 都不牢靠啊 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应该要彻底的检查 所有它的管路 因为当初这个波音 就是太急躁了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有发现 所以推迟 然后在发射的时候 发射火箭又有液体外泄 又推迟 一次 两次 三次以后 当中国大陆把太空人送上去以后 NASA等不及了 波音等不及了 所以赶押子上架 在一个氦气的泄漏 还没有完完全全彻底 检查出真正的原因之前 就送上去了 这些送上去你看 困住了两位太空人 可是这四位里面 两位是要进行太空漫步 然后要回到太空舱的 然后要返回的 你如果你的氦气泄漏 而它的泄漏量高于你的推进器 尤其它这一次是高轨道的 不是低轨道的 高轨道的它本身的可能会要经过 很多次的校正 才能够被地球的轨道整个捕捉回来 然后它要不断地在进行转轨的过程中 它要不断地去对于它的飞行姿态 飞行高度要不断地去修正 修正其实就是喷射氦气 它本身会一直喷 你看到的每次太空船这样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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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就是一种氦气推进器 让它往下往上 然后在轨道中走 那各位想想如果说这个问题没解决 就把太空船又送上去了 那出了问题这些人又不是专家 他们是商人 他们是花钱去体验太空的有钱人 可是他们并不是科学家 他们更不是军事专家 所以他们不会去修理 因为以后它是这个变成是 它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生意来经营 它是做生意的 它很贵的 对 你要付钱给这个公司 然后让它带你去漫步的 是的 那很贵的 所以他们不是修复专家 那你说你要叫这些人去冒生命危险 不行 我觉得晚一点 确定以后原因查到了找到了 没问题了再送上去 我们不希望在太空中有任何悲剧发生 包括波音的那两位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顺顺利利的 平平安安的返回地球 多待半年会有精神病 问题很多 身体也会出问题 对 会出问题 对 这个说真的 这个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情 因为后遗症还等着看 而且没事做 每天在那边帮人家收垃圾 收洗澡水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现在美国很多东西说真的老旧了 老旧了要干燃太旧换新 可是想要换新都不容易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说美国核飞弹发射井 老化道必须要翻新了 但是因为说很多都已经到了十年以上 那怎么办呢 现在包括光纤电缆 地下指挥中心要更新 但升级工作说举步维艰 因为什么 因为价钱越来越高 美国国防部估价不断的飙升 改造大约450座发射井的预算 已经涨到了1410亿美元 我想请教大钟老师 这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不是已经瀕临天价的地步 那怎么办呢 完全没办法翻新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贵 因为我们都知道以战略核子贺阻能力而言 当今世界上就是美俄 第一个是核弹头数目都差不多5000多枚 美国还可能俄罗斯还更顺一筹 第二个是它的发射载具 我们讲三位一体 一个就是这里面可能提到的 陆基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井 那第二个是空中轰炸机 第三个是潜射弹道飞弹 那以美国而言 其实都面临到一些老迈 不只是发射井 连它现在的ICBM 因为我们知道它现在部署的 大概就是易永兵 1970年到现在 易永兵一型二型到三型 大概剩下400多枚 那目前会有新更新的叫做哨兵系统 新的ICBM 但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最快到2029年才能够服役 所以这400多枚 目前大概部署在美国本土的五个州 包括克罗拉多 怀俄民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也是亟代更新 它的弹道飞弹的载具 还有包括它的飞弹井 因为飞弹井包括它的一些发射的设施 光纤电缆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美国国防部 在向民众诉说 在向国会要预算的一个讲法 我们的确您老师兄 那中国大陆不是单单 我们看到前几年一直有类似新闻 比如说中国大陆在甘肃 有新建的什么飞弹发射井 这都是透过西方媒体传递出来 所以与此同时美国就说 那我不足 我很老旧 我很老卖 数量可能也未来未必拥有优势 虽然中国大陆现在可能就500多枚核弹头 但未来可能2030年会到1000 所以我只好希望能够国会 能够多能够支持我的一些计划 包括这个更新 都是天文数字 是的确天文数字来了 来 那我们再来看 请教亮哥这个META执行长 祖克伯格好久没提他 但是现在他对于拜登政府 非常的不满 说2021年他们就曾经向团队施压 要求审查一些相关 新冠疫情的贴文 然后如果说有幽默或讽刺的内容 然后就说如果类似事件再发生 我们已经准备好反击 总而言之就是 这是一种什么 言论的压迫不自由 所以这管道什么 管道META去了 但是问题是这么久之前的事情 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就提出来了 他到底是挺谁的 跟美国的玄情有关吗 我觉得倒不是 他现在可能在紧张 那个Telegram老板在法国被台捕 那他为什么要紧张 他当然会紧张 你都不用去欧洲吗 你以为FB上面没有类似Telegram被指控的现象吗 Telegram被指控一大堆事情啊 对于是非法的交易嘛 洗钱啊 卖毒啊 卖枪啊 你认为FB没有人这样搞吗 我不相信主客博那么有把握 不然你去法国看看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怕 这种法国这个Telegram这个执法 如果真的被判刑啊 那就表示欧洲的对那个盛群媒体的标准在趋言啊 就他要伸手进来管啊 加强管控 政府要管啊 因为我真的在Telegram上面看过卖枪的讨论区啊 就真的在讨论哪一支枪比较好 就在那边讨论 然后说哪边可以买得到这样 在欧洲喔 对 欧洲有很多国家是进 是管制枪支的啊 大部分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是啊 但他现在是在讲美国啊 就是说美国现在不是一向主张他言论自由吗 可是现在是拜登管很大啊 没有啦 这个跟言论自由没有关系啦 是不负责任的社群媒体的言论要不要被管理啊 那现在就是在认为美国的拜登政府不应该来管理他的言论 他的观点可能不是多数喔 因为新冠疫情你也知道连台湾都发生过嘛 有人会放一些谣言啊 这个大陆事实上也碰到了 微博那时候也有很多假的信息啊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交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